这是我自己的钱 我想给谁就给谁 那你给谁钱 就要谁替你养老啊 你凭什么卖在我们家不走 你 怎么了 一进门就听见你们在吵架 儿子啊 你可算回来了 你媳妇她好狠心啊 真要把我赶出家门呢 这是怎么回事 我刚从外面回来 她就不来犯的冲我发火 儿子啊 这个家恐怕是容不下我了 我为什么赶您 你心里不清楚吗 哎呀妈 你不是去打牌了吗 怎么在这里啊 你管我那么多干嘛 倒是你 不在家里面做饭 跑到这里来 哦 这是阿乐出差带来的好潮 我提两口给小胆尝尝 她就亲一件扫子了 等我搬到城里去 就把你和我哥 接到家里去热闹热闹 你买房啊 什么时候买的 我们都不知道 次得庆祝庆祝 猪的 没有什么好庆祝的 妈 你瞎说什么了 那明明是你花一百万 给我买的婚房 怎么就成猪的了 妈 这么大的事 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我妈给我买房 不是天津地的事吗 难道还要给你报备不准 一个外人 少管我们家的事 阿乐啊 你就这么一个亲弟弟 他也没什么正经的工作 现在呀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但是别人说 要结婚的话 必须在城里面买一套房子 你说 妈能不帮他一下吗 那你这一百万 是怎么来的 之前 是你爸宁走的时候 留下了八十万 加上我这些年 积攒了二十万 刚好够在城里面 买一套金庄房 所以我就买了 也算是了去了 我的一桩心事 要不然的话 你弟结婚这事 他就黄了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和我们商量一下 再说来 我爸宁走的时候 根本就没说 留下什么钱 儿子啊 这事你就不能怪我了 你爸宁中前 特别交代不能说 要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才能动用 小叔子结婚 就是万不得已 那你还记得去年 你因为心脏病住院的事情吗 病人的情况非常危机 需要做一个心脏大桥手术 手术费了多少钱 五十万 但是成功的几率只有百分之五十 你们考虑清楚 乐公 你别担心 我们就算是砸锅卖铁 也要把妈的病治好 可我们全部的钱都投在店里了 现在哪里还有钱呀 要不先把车卖了 不行 那车可是你的嫁妆呀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没有了以后可以再买 再说了 车重要 哪有人重要啊 谢谢你 老婆 那我再去找朋友见一点 好 那我们分头行动 妈的病一刻也不能耽误 走 当时我和阿乐手里根本没有钱 为了你 我们借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 把车卖了都还超十万 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我又找我爸借了十万 才把手术给你做了 当时欠的赞 到现在都还没有还清楚 这些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爸拿钱给你花 还需要还吗 这倾家的格局啊 也太小了吧 我都已经是嫁出去的女儿 凭什么找娘家要钱 你宁可看我们为了借钱 四处求人 忙得交头烂 你也绝口不提这笔钱 妈 您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是没拿钱出来 但是你们不也筹到钱了吗 都是一家人 何必斤斤计较啊 果然 人心都是五不热的 妈 您说这话 对得起今仅这么多年 对你的照顾吗 当时您出院 仅仅辞掉工作 全天厚的伺候你 每天变着花样的 给你做好吃的 营养品也是从来没断过 可是您啊 处处偏向于弟弟 有什么好东西 都往弟弟拉里拉 这手心手背啊 它都是肉 你弟弟啊 对我也很好的 前几天啊 还给我买了双布鞋 说穿起来走路 很舒服的 而且啊 每次来家里面 都不会空着手 总是给我买些 我喜欢吃的水果 是啊 他每一次来提几个 快要烂的水果 你却当成宝一样 走的时候 你也从来没有让他空手回去过呀 哪一次不是成百上千的给 每一次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些事情您当我不知道吗 这么多年 我一直以为您手里上没什么钱 所以我每个月都会按时按点地给您您花钱 为的就是让你踏实 万一我们有什么照顾不到的地方 你手里有些钱 心里也不会慌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竟然把这些钱都给了弟弟 他是我儿子 我总不可能不管他了吧 难道我就不是你的儿子了吗 我们付出的再多 你都觉得理所应当 弟弟他再不成器 你还是要处处维护他 妈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 不管你们现在怎么说 反正啊 我手上一分钱也没有 大不了的话 我给你们做点家务来补偿你们 不用了 你既然这么喜欢弟弟 你就去他那里吧 你对他这么好 我相信他一定不会亏待你 妈不行 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去啊会给他添麻烦的 再说了 你也是我儿子 给我养岛啊 也是应该的 给钱的时候 你眼里就只有一个孩子 到了要出钱出力的时候 你又变成那两个孩子的妈 你住在我们这里 难道就一点麻烦都不会给我们贴吗 儿子啊 我辛辛苦苦把你抚养长大 难道你真的很心要把我赶走啊 你是我妈 我当然不会赶你走 但是您的所作所为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祝你自己好想 från